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随略化身 原因在哪里 我们执着这个身是自己 因为这个坚固的执着 就没有办法变化了 觉悟的人知道这个身不是自己 所以就可以变化 身不是我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 我们首先把这个观念改过来 身不是我 身是我所 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 于是我们对身相就不执着 不执着跟主要说生死就没有了 生死像什么 像我们这个衣服 穿衣服 换衣服 衣服脏了 马上换一件 脱掉了 这就死了 再换一件新的 那就好比是生了 学生 瘦身 就像穿衣脱衣 你看多自在 哪有像一般世间人对生死那么恐怖 那恐怖从哪里来的 坚固执着的 你不执着就没有恐怖 到心自在了 你就能够变化了 我们今天不能变化是 心不自在 心没有泄脱 泄是解开 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能解开 我们被这些东西 禅服了 所以心不自在 脱呢 脱是国报 没有办法脱离轮回 没有办法脱离 舍法界 把圈子再缩小一点呢 没有办法脱离 现前的环境 我们没有学着大经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 佛教这个界限 不能脱破这个界限 不肯跟其他宗教交流 不会尊重别的宗教 你就不能脱离 你的这个圈圈 学习华严经之后 才觉悟 我们过去错了 应该脱离这个圈圈 你是解了 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才脱离了 我们把所有宗教 看作一家人 把所有宗教 都看作佛菩萨实现 我们心平 恭敬心生起来 赞叹供养 普行行的这个方法 于是才渐渐落实 这叫解脱 你解得越深 你脱离的范围就越大 总得要脱离 散途 脱离六道 脱离舍法界 我们现在很苦 虽然是个人生 真正 有道痕的人 在他们眼目当中 我们是个人生 现在是个人生 其实是什么 是地狱下 饿鬼相 出生相 非常可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心 是三毒心 贪嗔吃慢 贪而无一 这是恶鬼 看到是个人 你自己仔细一看 他是鬼 愚痴 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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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善悟 他不能明了 把他搞错了 搞颠倒了 这叫愚痴 愚痴是什么神 畜生身 成会 嫉妒 地狱 心 懂到佛法了 细细观察 周边的人 观察自己 自己是个人的形状 到底是个什么神 一眼就看穿了 人生都不容易 人生要修 五戒十三 人生呢 要修 轮常道德 现在这个没有了 现在世界为什么这么乱 轮常道德没有了 古人所讲的 富不富 子不子 到这种地步 天下也能不乱 我们决定不迷信 看人心 他想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一目了然